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BegCube OTS-09 GRAMP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在正面這邊有這個中文字,袖斗探兵 英文就是GRAMP,BegCube,Justice Force 然後看到這一面也是這個GRAMP 看到後面有人型載具的一個插畫還有一些敘述的一個文字 看到下面就像這個樣子,上面就是BegCube OTS-09 那這個盒子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到玩具的本體,首先我們先從載具形態開始看起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 兩張人物卡,一張是BegCube的風格 另外一張則是這個官方Masterpiece的一個風格 翻到背面來看有一些敘述的文字 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非常的不錯 我非常喜歡的人物卡 然後還有附帶一本說明書,說明書的確是一本的 然後上面也有中文的一個說明,是一個簡體字 打開來裡面是一個彩色印刷,圖片也都相當的大張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然後後面則是有一些插畫 那這個說明書就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回到這個載具形態,那這個載具是一個四輪驅動的卡車的一個樣子 然後這個體積是非常小的,非常可愛的一款玩具 那這款玩具是根據Masterpiece等級所做的一個設計 在外觀上跟動畫裡面也是相當的還原 還原度是還不錯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在車頭的部份這個保險桿是紅的,然後有上一些銀漆 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塗裝 玻璃則是一個透明的塑膠件 輪胎是一個塑膠輪胎,那輪框是有上一個銀漆的 旁邊這邊也有一些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然後在側面這個玻璃,我個人是覺得這個玻璃太過的透明 會看到這個機器人的一些部件,如果這個可以用一個深色的話 看起來應該是會比較正點 然後上面也有一個天窗 那看到後面這個就是機器人腿部 那這邊就是這個載具形態之下最不好看的一個地方 這邊關節就暴露出來 但是下面這邊還是有一些車燈的刻畫跟塗裝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然後武器是可以收納在這邊的 武器把它拔起來 這邊有兩個凸 對應武器這兩個洞就可以安裝在這邊 那這個武器細節刻畫看起來是普通 那整體是有上一個金屬藍的一個塗裝,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那待會人形之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先把它丟到旁邊去 那看到車子的底盤基本上收納的也是相當的不錯 看起來這邊還有一些細節刻畫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那它的載具形態我個人是覺得做的是還OK的 基本上這個尺寸並不大 那可以做到這個程度我覺得基本上算是還不錯的了 那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唯一抱怨的就是兩點 一點就是這個後面這個暴露的關節 另外一點就是它這邊變形的過程上 它這邊有1234 4個卡扣要同時扣準 那這個東西是比較不好操作的 除此之外這個載具我覺得看起來是還蠻可愛的 還不錯 然後這個顏色配色我個人也是非常喜歡的 紅色搭配上這個藍色看起來就是非常吸引我的一個感覺 然後跟動畫裡的還原度也還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拿出這個官方Masterpiece的這個Bumblebee 那兩款玩具都是偏小型的一個玩具 那在載具形態之下擺在一起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擺在一起風格上其實也是還蠻搭調的 那這個Backcube本來就是瞄準這個Masterpiece的一個等級的玩具 而所做的一個設計 所以說在和官方的Masterpiece等級玩具擺在一起呢 看起來是還蠻搭的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把這塊東西把它搬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搬開來 接下來把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這邊有一個卡扣扣住的 把它鬆開另外一邊 也把它鬆開來 輪胎裡面也是有卡扣扣住的 把這個鬆開 接下來在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這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把它鬆開 接下來就可以把這整塊東西把它搬出來 把它往上挑 搬到上面去 另外一邊也把它挑出來 把它翻出來出來 嗯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雙腳可以把它分開 分開之後就把它往下拉 把它拉出來 這邊有一個雙關節 把它拉到最外面 接下來把這個腳底板翻出來 它是一個金屬部件 輪胎把它往內折 然後把這個輪胎收到這個小腿的裡面去 旁邊這塊東西把它轉到這邊來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有一個凸 把這個東西把它扣起來 接下來再把這個腳底板 把它往前翻 然後旁邊這塊東西 把它搬到上面去 收起來 那一隻腳的變形過程就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首先就把這個小腿把它拉到外面來 拉拉拉 隨便拉拉 愛怎麼拉就怎麼拉拉到最外面 然後呢把這個翻過來 腳底板把它翻出來 出來 然後把這個東西 收起來 這個 這邊比較鬆喔 這邊有時候會鬆開 像這個樣子 然後把它 搬起來 然後這個輪胎呢 再把它收到這個小腿的裡面去 把它塞進去 另外一邊這個東西呢把它翻下來 然後呢把這邊這個卡扣呢 把它扣起來 扣 那一雙腳的變形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處理它的一個上半身 首先呢把這個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它這邊是有卡扣扣住的 兩隻手這邊 把它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手往外翻 翻到外面去 然後呢 這個手呢是要 翻到裡面來 它是要翻180度進來 翻到這一面來 然後呢 再把這塊繼續的往這邊推 這邊有一個凸 對應旁邊這邊有個洞 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隻手也把它翻翻翻 就把這個東西呢 這個要翻180度 然後呢 這隻手 要放到後面 所以說呢 要把它稍微喬一下 要弄它一下 處理它一下 它不乖呢 就處理它 把它弄到它聽話為止 然後再把這邊扣起來 接著把它的手 翻出來 把它打開來 把它拳頭翻出來 再把它扣回去 另外一邊的手也把它翻出來 把它翻到外面來 就像這個樣子 扣起來 然後呢在這邊 輪胎這邊呢有兩個卡扣 這邊還有兩個卡扣 把它都鬆開來 那這卡扣呢要變回車型的時候 是比較難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這個卡扣它並不能固定 它是會移動的 然後呢這個輪胎也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說呢在這個卡扣的對準方面呢 要稍微花一點力氣去對準 然後呢就把這兩個東西呢把它收到裡面去 把這個輪胎呢把它往下壓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收進去把它往下壓 然後呢把這兩個輪胎呢 這邊有兩個卡扣把它鬆開來之後呢 把它往中間 靠起 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呢就把這整塊東西呢旋轉180度 然後呢把它收納在它的背後 把它收納在它背後的這個空洞裡面 接著呢再把這塊東西呢 把它蓋起來 這邊有卡扣點把它扣住 這邊有兩個卡扣點 接下來呢把這塊東西呢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這個球型關節是非常容易掉的 那再把它扣回去就好 把這東西呢扣回去 扣回去之後反正把它旋轉180度啦 然後呢這邊有兩個卡扣點把它扣緊 最後呢把它的頭 往後推 它這個有一個關節把它推到後面去 像這個樣子 那它的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子 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形之後呢看起來是相當可愛的 非常不錯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它人形之下的一個造型 那它的人形呢也就是根據這個G1動物化Gears 變速箱所做的一個設計 背後的收納呢看起來也是相當的乾淨 沒有什麼背包也沒有什麼空洞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呢做的是相當的不錯 然後呢跟動畫裡的造型呢也是相當的還原 那這個頭雕呢還有一個機關 非常的不錯喔我覺得這個設計是非常屌的 那就是呢這個臉是可以換臉的 那換臉呢也不需要拔插 只要把這個東西呢翻起來 然後把這個臉旋轉180度 喔這個東西非常的緊 把它翻180度之後呢再把它往下蓋 那它呢就可以換上這個微笑的這個臉 那這個變速箱呢在動畫裡面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愛抱怨的一個角色 所以說呢它平常的臉都是那一張臭臉 那這個微笑的臉是從何而來呢 就是說它有附帶一個這個東西 這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呢就是在動畫裡某一集有出現過 這個東西呢是一個電路板 那這個電路板呢是可以安裝在它胸口裡面的 如果說呢把它的胸口打開來 打開來 把它翻到上面去 這邊呢有一個洞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呢裝進去 那在動畫裡面呢這個變速箱呢就是裝了這個電路板之後呢 整個人性格大變然後呢個性變得非常和藍可親喔 那這一點的設計呢我個人是覺得非常棒的 那打開胸口裡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一個細節刻畫 這邊呢還有一個藍色的塗裝 那胸口的造型呢跟動畫裡也是相當還原的 手臂呢基本上看起來就普通 沒有什麼空洞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下半身呢看起來是還不錯的小腿是有上一個銀漆的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金屬部件看到後面呢 也沒有什麼空洞的問題基本上都遮蔽的還不錯 然後呢背包也並不算大 那基本上呢在人型之下呢我覺得它的細節刻畫造型以及配色呢 看起來都還不錯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性 首先頭是可以左右它沒有上下的一個關節360度是沒有問題的 肩膀呢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然後呢在這邊還有一個關節 所以說呢手臂平舉是可以到這個程度的 肩膀360度呢也是沒有問題的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呢是可以超過90度 拳頭是不能旋轉的然後手掌也不能打開這一點呢是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腰是有一個腰轉的非常的不錯非常的正點 腳往前踢 往後 往外 活動的範圍呢都是相當的不錯 膝蓋彎曲呢大概是到這個程度 腳底板呢有一個球型關節所以說呢它的接地性也是相當不錯的可以往左往右 然後往前往後 然後呢這個腳底板是可以活動的這邊還有一個變形的關節 那這款玩具的可動性呢算是不錯的 算是一個麻雀衰小啊五臟俱全的一個感覺 除了拳頭不能旋轉呢其它該有的關節呢都有做到 那它呢有附帶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也是為了還原劇中的一個場景那細節刻畫看起來是普通 沒有什麼塗裝就是一個灰色的塑膠件 那安裝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就是把它拳頭再把它收回去把它扣起來 然後呢這邊有個凸 對應這邊這個洞呢就把它督進去愛怎麼督就怎麼督 那督上這個東西呢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看起來呢也是非常的不錯 可以還原劇中的一些場景 這些設計呢都是非常貼心的一個設計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那它所附帶這個槍呢就直接督到它的拳頭裡面就可以了 那督進去呢 拿起來的緊實度也是非常不錯的沒有一個鬆脫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呢我們再拿出這個官方的Masterpiece Bumblebee 兩個擺在一起呢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身高呢看起來是差不多的這一款呢是高一點點的 那我們再拿出Backcube的這一款這個跟它一起發售的 算是一個銅模的一個產品 變形步驟是差不多的那基本上就是做一些小小的改模 那這一款呢是根據G1動畫Swift 貝梨所做的一個設計 那兩個呢是一起發售的所以說呢我兩個都有收 那我今天呢主要的就著重在介紹這一支上面 那兩個擺在一起呢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呢我們再拿出這個Wing Charger X-Transport所出品的這款玩具 那兩個擺在一起呢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他們都是屬於一個小型的機器人 那身高看起來呢也是相當的搭調的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蠻屌的蠻不錯的 那我們再拿出這個Backcube的這個大漢 那兩款玩具呢擺在一起呢看起來也是相當的正點 那這些玩具呢都是根據Masterpiece等級的尺寸所做的設計 那擺在一起來看呢也是相當的不錯 可以非常輕易的融入你Masterpiece的一個展示裡面 這一款由Backcube所出品的這個Grump 那也就是G1的這個變速箱 基本上呢它的人形、載具以及它的變形步驟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跟劇中的還原度呢也是相當的高 那我對這兩款玩具呢其實還算滿意 並沒有什麼抱怨 那我本來呢就對G1的造型的人物呢比較感興趣 而且呢我對Backcube這家公司所做的東西呢 有一定的信心喔所以說呢 當我看到這兩款玩具的一個消息的時候呢 我也是毫不猶豫的就把它收回來 那如果說呢想把G1的一些博派角色湊齊的話呢 這兩款玩具呢也是非常值得考慮的一個玩具 那今天這款BackcubeGrump的一個分享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下次見,掰掰